我現在在武林燈場的武林路上 這邊有幾顆銀化海,非常漂亮 剛好銀河會從後面升起來 我今天本來要11點多出門拍的 我後來發現 研究一下發現 現在銀河已經開始出來了 然後大概在兩點多吧 才開始出來 要爬過後面這座山 可能要三四點 三點多以後 所以我三點半起床 四點來拍 現在已經五點二十二了 然後五點以後呢 氣溫俱降 天亮之前氣溫俱降 我要回去 趕快回去 太冷太冷 我的熱水快喝完了 好今天的 櫻花銀河流星 有拍到至少拍到三顆流星 好冷好冷喔 而且今天的銀河非常漂亮 銀河那個中心點 我以前奇怪 一樣的 一樣鏡頭以前 人沒有拍過這樣的銀河 中心燈河 好冷 三點四十二 要去拍...拍銀河 現在四萬幾度 等一下去那個溫哥可以參觀 好冷 好冷啊 有沒有 三槍 進去了 跑進去了 這隻比較大隻 好 按手一萬兩千八 銀河 星星 就這樣拍 好冷 現在是拍攝 櫻花 銀河的現場 銀河現在十點已經起來了 現在做的實驗 ISO25600 哇 這銀河更明顯 ISO512000 這銀河也很漂亮 櫻花太亮了 ISO10萬 要不要這樣拍 這銀河過鋪了 ISO20萬 要求滾 這是亮得真什麼 這銀河也更酷 這樣拍好了 ISO10萬 下去了 我記得 天鵝座在左邊 看不出來 因為現在 這好像是天鵝 天鵝座 一個十字 左邊天鵝座出來了 天鵝座已經出來了 對 這邊拍不到天鵝座 以前也拍過銀河 但是 怎麼拍不出 這個感覺呢 這銀河帶這麼清楚 這真是很要求 亮一顆 中間亮一顆 銀河 銀河的那個 畫在畫面的 右邊十字 緊至那裡 肉眼看到亮一顆 然後 跟著 顏色 滑 一顆 兩顆 一顆 同 整個 中間亮一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梨都解凍了 我剛有噴那個 熱水啊 灑完熱水後 還沒多久 還是一樣的 還是又解凍了 這隻是什麼 這是梨貓耶 這是什麼貓 貓而已啊 黑貓啦 我以為是果子梨或什麼的 就是貓 黑隻黑貓 OK 回來武林賓館 喔 富二度啊 好冷 剛才在收裝備 車上的時候 手都快解凍了 太癢了 一直裝熱水了 喔 好暗 好暗 下次再來搞 這樣搞 銀河 櫻花 流星 好暗 好暗 我過來了 怎麼熱水這麼好喝啊 現在等一下進去要小聲一點啊 現在在煮早餐了 現在在煮早餐了 終於我過來了 我要洗牠 好冷 太冷 太冷了 可以 doesn't drive 我 你這樣吃嗎